中俄垮台在即 港媒爆猛料 太子党反习要援 内定死缓 美国副主卿密防港户 有情况 美再出重磅挺台法案 台媒五年内将复交 伊朗袭击 酿美军六伤亡 拜登下令 空袭反击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国际新闻演 我是美玲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访俄结束后 3月22日中共官媒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外界观察到这份声明中隐藏着一项惊人的秘密协议 声明直指中俄是彼此为优先合作伙伴 要保持两国的各层级密切交往 双方同意两国公安部 内务部互相分享国内情报 协商举行公安部 内务部部长年度会晤 加强防范颜色革命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内政 对此观察人士指出 中俄透过共同合作进一步防范各自国内的所谓不稳定因素 媒体人马具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整整迹象表明 中俄合作已不限于政治和外交 经济等领域 还有在控制社会的能力上互相启长补短 互相配合 包括打压国内少数民族 异议人士等 时事评论人士毕心认为 中俄这种合作可能更看重的是防范意识革命 担忧政权不稳 这是两个没有底气的人想抱团取暖 据悉 声明中还八次提到美国 并且表示要共同对抗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建立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等 但是没有一处有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以及敦促普京撤金的内容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指出 中俄的战略目标相当一致 一个正在侵略乌克兰 一个准备侵略台湾 都在这里和世界对抗 不但引起了世界人民的反感 也引起了双方国民的极大反弹 所以两个独裁者都是内忧外患 面临着同样的国内国际的环境 所以他们不但要对抗西方和世界 而且要相互通气 镇压各自国内的所谓潜在的革命 赖建平认为 中俄一直处在火山口上 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所以这样一个邪恶轴心在性质上 他们的存在只能是临时的 中俄认为 他们可以通过这个协议长期镇压住国内的老百姓 但是其实很难达到这个目的 因为两个政权都随时可能会爆发颜色革命 政权可能倒台 赖建平认为 俄罗斯弄不好 会比中国更早发生这种革命 导致普京垮台 媒体人张天亮博士则指出 中俄想联手挑战这个世界 他们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实力 现在中俄变得越发孤立 硬实力和软实力都不如西方的发达国家 这才是普京和习近平共同面对的百年变局 香港明报3月24日报道 北京的消息人士披露 中共太子党国防大学前政委刘亚洲上将身陷贪腐要案 被指涉嫌社会黑心伤人数千万元政治现金等严重的经济贪腐问题 或将遭到当局重判死缓刑罚 分析指出 目前中南海危机重重 此时刘亚洲旧案再被翻出 似乎有杀鸡儆猴之意 消息人士称 中共中央军委纪委对刘亚洲的调查 此前早已展开 近期进入了结案程序 刘所设知识主要是他及家人成立的基金会 协会 收受有关人士的巨额捐款 报道还称 多个消息来源都表示 刘亚洲或将遭到当局重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刑罚 不过目前上述消息还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 但在此前 坊间早有传闻 称刘亚洲出事的真正原因与太子党内的反习事件有关 刘亚洲法学家袁洪斌曾经接受看中国采访时表示 内部消息称 刘亚洲一开始也支持习近平 但是因为他和一名前文公团女团员的桃色丑闻 传遍了中南海 习近平决定让他提前退休 他的立场随之发生了改变 袁洪斌还表示 习近平上台后不断集权 没有实现太子党权贵家族的集体独裁 威胁到太子党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因此 他们也开始反对习近平 试图阻止习近平连任 刘亚洲在军队颇有影响力 因此成了太子党内一个反习的代表人物 另外 刘亚洲极力主张武统台湾 但他在很多太子党场合公开表示 习近平不具备领导这场决战的能力 需要重新推举一个有雄才大力的统帅 还有爆料称 在习近平上台以后 刘亚洲曾公开支持习在军中反腐败 曾不点名批评说 在江泽民等把持军权11年后 军队成了一个大卖场 我们面对的不是战场 什么东西都有价 军队成了一滩烂泥 同时外界关注到 近期中南海接连寄出两个 引人瞩目的几错 一个就是习近平罕见的任命 其心腹蔡吉兼任中办主任 主管中南海安全保卫 另一个就是重新提出 毛时代的大兴调查研究 外界认为中共党内将面临一场 忠诚度的清洗 有分析指出 刘亚洲反习就案如果此时审理结案 在当今中共党内人心思辨 人人自危的情况之下 似乎可以起到震慑作用 有杀鸡儆猴的效果 港媒星岛头条网24号的独家报道指出 美国副助理国务华自强曾在19日到21日左右密访香港 期间约见了一些中国通和商界领袖 之后转往上海继续访问 华自强此行被外界视为为国务卿布林肯访华铺路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官网23号披露 当天华自强在美国驻上海领事官员的陪同之下 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现任和前任所长陈东小 杨洁勉进行了对话 双方就中美关系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但并未提及谈话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 杨洁勉是前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 中共外交最高决策者杨洁篪的胞弟 星岛头条网称 花自强此举可能是在为布林肯仿中探路 恢复美中高层对话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 在目前中美交恶的局势之下 即使布林肯访华能够成行 中美关系也难以破冰 因为双方关系现在已经接近彻底翻脸的地步 据悉本周一习近平访额当天 3月20日 北京当局突袭了美国一家调查公司的北京办事处 5名中国员工被抓 办事处被关闭 3月19日 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工署 邀请了各国驻港领事 商会负责人及跨国企业高管等百余人访问大湾区 却唯独没有邀请美国领事 据悉 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是香港最大的外国驻港领馆 美国资本也是香港最大投资来源之一 另外 今年的2月在布林肯仿中前夕 中共的间谍气球出现在美国领空 随后 美国击落它并推迟了布林肯的访中行程 当时就分析指出 这使得有可能中场休息的中美紧张局势 再次进入迅速下滑的通道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国际关系诸志群认为 国际访问的重要性在于保持两国高层级沟通管道畅通 但是基于中美双方在台湾等关键争议上立场南辕北辙 可预见双方的会面不会有实质性的成果 象征意义将大于实质意义 3月21日普席会晤以后发布联合声明 声明重申一个中国言则 并且反对台独 还称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此美国方面作为回应 政议院于22日通过法案 对2020年通过的台湾保证法进行修正 修正案要求美国国务卿 对国务院有关台湾关系的指导原则 进行定期审议和更新汇报 该案由政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副主席瓦格纳提出 他在法案通过以后表示 当拜登当局决定对美台官员接触 重新实施某些限制时 他感到非常担忧 这是一个危险的行动 他只会使中共更加大胆 去弱化了美国对我们盟友台湾的支持 而他推出的这部修正案 是抗击中共侵略 支持一个独立台湾的议案 在于中共威权扩张主义政权 持续在国际间发表 贬损台湾主权的不实论述 对此台湾政府表达严正抗议 并予以严厉谴责 台湾立法院长游锡坤更指出 他曾在2018年预言 10年内台美可能恢复建交 也就是2028年之前 台美极有可能恢复建交 游锡坤披露 他近期也曾到美国参访 见到的美国层级确实都比以前高 他说美国没有跟台湾帮交 最主要的是怕北京会反弹 代价太大 但现在中美关系如此恶化 就算美国承认台湾 中美关系也不会再有好转 所以美国将来还是会承认台湾的 3月23号叙利亚东北部的一处 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基地 遭到无人机袭击 造成一人死亡 六人受伤 根据五角大楼声明 美军情报人员分析后得出结论 评估该架无人机源自于伊朗 据CNN路透等媒体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授权美军 于23号晚间 对伊朗发动多次空袭行动 美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 美国空袭的目标是 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组织 这次空袭是为了回应伊朗袭击事件 以及近期IRGC关联组织 对瑟利亚联军的一连串攻击 五角大楼强调 该场空袭是一场防止战争升级 并将人员伤亡降至最低的审慎行动 但是目前尚未确定 美国方面的行动是否造成伤亡 据悉伊朗当局没有立即对美国的空袭 作出回应 叙利亚阿塞德政权的国营媒体 也并未承认有任何袭击 报导指出 这场空袭恰逢穆斯林摘戒月期间 可能会对地区和平与稳定产生影响 对此有网友认为 拜登该向川普学习协议招 招到伊朗下令指挥的元凶 用无人机定点斩首 还有网友称 中俄一邪恶轴心已经开始行动了 好的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周再见